2017年1月24号,百哥为你整理各报评论。 首先来看光明日报的评论,题为猪门酒肉臭。 大家都知道,猪门酒肉臭,路有动词骨,是用来形容贫富悬殊的社会。 而光明日报专栏翱翔翔天津作者洪伟祥,以这句诗句比喻我国如今的情况。 他一连举出了今年几则对比心强烈的新闻,不但引起众怒,更显现了我国平步悬殊的问题严重。 他认为,其中最引起名分的就是我国首相纳吉携全家搭专机的澳洲旅行吃风, 以及首相署阿沙利娜到赌城拉斯维加斯游玩刘颖的照片。 反观,有关人民的新闻,不是生活困苦,经济低迷,百步上涨, 就是有民众付不起医药费而需要筹钱等。 作者认为,高官,有钱人享受着生活, 平民老百姓却连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及保障都没有, 过着账不保息的日子,实在讽刺。 接着来看新周日宝的评论,题为民粹政治扼杀经济, 针对前首相敦马哈迪反中资的言论中提到, 自己不是在反外国人或中国人,而是在亲马来西亚。 新周日报《风起播声》作者林瑞源认为, 搞民粹挑起种族情绪是马哈迪的专长。 他说,马哈迪当权时,把新加坡塑造成为假想敌, 炒热马来人的情绪。 安华被捕时,他重提西方殖民主义, 应对烈火墨型运动的爆发。 而这次,他提出中资威胁论,也只是照板主婉, 好让巫统无力着假。 再加上,纳吉如今深陷密码公司泥造, 情绪更容易被挑起。 作者相信,大选越近,这类的言论就会越多。 作者补充,只要政治阴霾一天不消散, 经济就像被捆绑的大闸蟹,没有舒展的机会。 面对不明朗的全球经济形势, 政治领袖完全没有对策, 如何不令人担心华人心灵过后的经济呢?